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没有家就好像是没有了根 但是圣言师傅在四安理念里却有提到 家的定义其实未必要那么狭窄那么世俗 小至一夫一妻 大至一家一族一国一世界都可以算是一个家 家的安定与否 决定与家庭成员的相互关怀 彼此奉献 而这种无条件关怀与奉献 就是最基础的菩萨胸怀了 各位观众 又到了我们不一样的声音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很荣幸 请到名建筑师白省三先生 白先生你好 师傅好 苏小姐好 我想先请问一下白先生 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家和万事心 身为这个著名的建筑师 您是都是在盖房子 那个安家的 那可不可以就这个观念谈谈这个家 是 那我想我们当建筑师的通常都是帮人家设计 所谓建筑物 那么当然大部分都是家 就是等于是一个住宅 那么我常常觉得是 像秋吉了他曾提到一个句话说 人造住宅 住宅造人 也就是说你把那个房子盖好以后 那么住在里面的人 就受到这个房子的影响 那包括他这个通风宅观 或者是他住在这里边 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 那么受到这个家的影响 然后产生他们不同的这个反应 包括他们对人 对事各种方面的这种态度 都会因为家的关系 而产生变化 产生影响 我们说那个家家有本来念的经 那师傅您可不可以说说 这个俗家的家 或者是说那个出家种的这个家 在解释上的不同 我是这样子 如果把这个家的定义 并不要把它当成说 一定是有妻子儿女家财 才有这叫做家 而是说有人生活的生存的环境 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那就叫做家 那么我们出家人住在庙里边 这个也有这个师傅 也有徒弟 那么也有信众来一起生活的 所以是 所以家家有难念的经 如果完全说庙里边 这个经都是那么好念的 也不见得 也有难念的经 这个因为出家人也是人 那如果你念金刚经的话 或者是念弥陀经的话 就是念佛经的话 那这难念的经就好念了 意思是说呢 就是一起的用佛法的观点 修行的方法来看待 来处理 那这本经就 这难念的经也就变成了比较容易了 那么出谓金刚经是什么呢 金刚经就是说 要把自我放下 要首先呢 把自我放下 自我放下 要尊重对方 体谅对方 不要 首先呢 把自我拿出去 那一定是 两个人 两个人对立 三个人 三个人 打架 如果说 把自己一个人放下的话 两个人对立不起来 三个人共同生活的话 你只要有一个人呢 能够让 而且从中啊 能够规通协调的话 三个人也能够 这个过得慢快乐的 所以这一个家庭啊 不一定是出家的家庭 就是没有难念的经 相反的 也不是说 在家的家庭啊 就一定有一部难念的经 那只要而出自得当 那么这部难念的经 就变成一部很好念的经 白先生 我相信您的安家 一定就是 照着师父的理念去做 那我听说 你的女儿 最近很快要结婚了 在美国 那可不可以请你讲讲 就是说 你对于自己的安家的心得 以及 你对于女儿结婚以后 他那个家要怎么安 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是觉得这个 一个 两个人 一来一里 那么假定说 因为情统一合要结婚 我相信他们的这个 这个个性 他的背景 他的这个兴趣 都会不一样 那因为不一样的关系 要结合变成一个家 那么需要很多的这种 各方面的配合 包括要容忍的 要体谅 那么 假定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体谅容忍的话 那么恐怕就 这个家很难去维持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 这么多年来 我非常感谢我太太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她 当我脾气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有点 好像 这个情绪 比较不稳定的时候 她就容忍我 所以 我记得 我在家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好像 我太太煮的饭很好吃 特别最近 因为常常在外面吃饭 她说 我煮的并不好吃 她是这样讲 但是我觉得 最清淡又最合我的胃口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发觉说 因为人相处很久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觉得好像 慢慢的那种 那种情感 或者是 慢慢之间的这种 融合就会 就会加深 所以有很多人常常讲说 有夫妻脸 我相信刚开始 绝对不会有夫妻脸 而且很少这种夫妻脸 是因为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渐渐的在生活习惯 在 在乐意人相处的这种状况当中 那么有一些 一些慢慢契合 那么 最近我女儿要结婚 那么 当然她们也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那么 双方面家庭也不是很了解 那么双方面的 甚至包包我们做父母的 也不是一下子就赞同 但是从她们慢慢的相互之间的这种 情感的培养 那么对父母 我们做父母的观察 觉得他们之间的 对于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体谅 相互之间的这种 愚人共处的一种状况 觉得蛮可以这个 作为一个家庭 所以慢慢的 我们原来是缓对 特别是由你儿要嫁出去 这个好像 这个好像 这个心理上好像觉得好像 比较有那种抗拒 那么慢慢的 这种状况 经过一年两年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那么也 晓得他们之间的一种情感 相互之间的这种 配合 那么觉得 这应该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处成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 用我们的爱心 然后 跟着我们对她的一种 教养 我相信慢慢的 也能够引导她 作为一个活化的家庭 然后能够信用商保 我觉得这样才 使得他们之间 有所依循 而使得他们能够 慢慢能够建立一个 美满的家庭 这个讲得很好 其实就我自己的婚姻来讲 因为我的先生是美国人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在年轻的时候 这个适应上更困难 好像等于是跟 就是说跟一个 要跟一个不同的文化的人 住在一起 那又是两个人又不熟悉 要互相摸索的时候 所以有双重的困难 那有的时候 经常会有想说 算了放弃 可是幸亏没有真正的做成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在这个转念之间很重要 如果能够坚持下去 说好吗 那再试一试 结果好像就有一种 苦境甘来的这种感觉 那当然我也觉得 就是因为师父的帮忙 信了佛教 然后对于 那个所有的事情都比较有包容 那个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 平常可以激怒你的事情 所以好像也就是相安如事的 就这样过下来了 所以师父可不可以讲讲 就是刚才白先生 也提到了这个 就是我们法古山 在推行的这个佛化家庭 是 刚才我还跟白先生讲 所以我说我们 在为了这个推行 这个佛化家庭 我们编了一本小赤字 这个佛化婚姻和佛化家庭 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像 就是白先生 刚才所说的了 这个人 就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完全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夫妻年龄是很少的 一定是要从 慢慢地 慢慢地 互相地 这个 来了解对方 那个如果说是 坚持自己见 没有想要了解对方 也没有想要 接受对方 就是希望对方 要接受自己 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对方 很多人呢 都有这种心态 都希望 我娶个太太 这个太太完全是 听我的 或者是我嫁给丈夫 希望丈夫 这么体体的 完全想听我的 或者是 寄税我的意见 那么这夫妇两个人 如果都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 这个家庭一定有问题 那如果说是彼此生活在一起 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有个认识 就是说两个根本就不同的人 两个就是不同的家庭出来的人 两个不同生活背景在长大的人 两个人性格应该是不一样的 两个人的教育层次 应该也是不大一样的 这个从夫妇的观点来讲 要把自我 尽量地 退让 而能够接受 对方 比如说 白先生说 他的太太 做的菜 他说 太太认为不是很好吃 那他觉得是觉得 这饭啊菜啊 做的好吃 这个我想一方面呢 时间培养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呢 对太太的就是一个爱心 另外一方面呢 就习惯就是这个样子 时间渐渐渐渐 觉得自己家里的是最好的 这个家庭可能是 好像是个茶壶啊 所以宜行的茶壶 这个泡的越久 这个茶壶越可贵 那么夫妻也是这样子了 夫妻呢 开始多命运的时候 是最可爱的 那过了命运以后啊 可能渐渐渐渐的 彼此之间呢 就要好好的呀 来接受对方了 来了解对方了 慢慢慢慢的 一直到老啊 那越来呢 越觉得 需要对方的关怀 或者是呢 越觉得对方对自己啊 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存了这样子的心的话 我想这个家庭 这对夫妇啊 一定做得很好 还有特别是现在的人呢 这个 男女可能都有自己的责义 而且自己的 男女两个人的责义啊 夫妻两个人的责义 可能是不一样的 行业 那男的有男的生活环境 责义的环境 女的有女的生活的环境 这很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 疏离 这可能发生 所以 像过去一样的 说结了婚以后 太太呢 就是取到一张饭票 这个先生呢 就找了一个煮饭的 煮菜的 照顾家庭的人 像这样子的情形 可能这种心理也要改善 也要改变 这个 太太应该有她自己的世界 这个先生呢 不能够 干涉太多的太太的 这个 这个行动啊 那么 还有呢 这个太太也不能够 干涉太多的 先生的行动 最近呢 我有一个归弟子 他的夫妻两个吵架 就是因为他的先生呢 常常应酬的之后 没有带太太 而是呢 好像有女朋友了 而是不是有女朋友呢 这个先生说 绝对没有这回事 但是呢 常常跟相同的女人在一起 那这个太太就觉得 她有女朋友了 那么这个呢 我就跟他的太太讲了 我说 你要相信先生 先生记者说 没有 那就是没有吧 你不要再怀疑她 因为怀疑她 她真的会找女人去的呢 就找另外一个女人去啊 现在这个家庭 又平安无事 那也就是说 能够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良解 不要有怀疑啊 要信赖对方 信任对方 就是说对方 可能呢 有一些问题 你还是要装一个眼 装的 闭一个眼 睁一个眼 装容 作哑一段时间 不要那么的认真啊 说啊 这个不得了 可能发生问题 不要那么紧张 这个 你装的没有事 你对她还是那么好 她会回来的 如果你紧张啊 可能有问题 好多的 错吧 就是我所提到的 砖隆作意啊 这个就有人常提到 剛才蘇緯提到就說 正義之文閉字眼 我覺得蠻重要的 這個在一個 這個夫妻生活裡面 那麼沒有說 每一個人都是優點 然後沒有缺點 絕對有優點有缺點 那麼你把對方的這個優點 把它宣揚起來 把它讚美 缺點都看不到 那麼慢慢的相互之間 那種關懷就產生了 那這樣的話生活才能夠更有趣 然後整個生活感覺好像比較 好像充滿這個和樂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不要太苛求 那要容易滿足一點 相安無事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安家 除了這個家庭以外 一夫一妻還有小孩 我們也可以延伸到這個工作 工作的範圍 我想得白先生是一位 非常成功的建築師 那你聽說你那個 這個經營公司就像經營一個大家庭一樣 你可不可以講講這個安理的公司 這個安大家的這個心得 因為我是建築師 一般在台灣的話就建築師就是 一位建築師就可以開一個建築師事務所 也就是一個老闆就可以帶著整個這個事務所的發展 但是我們在二十幾年 前往應該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就大學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那我就結合另外兩位 一共三位建築師 那麼成立一個聯合的建築師事務所 那麼到現在已經前往二十五年 那麼我們自信非常成功 從來沒有因為相互之間的這種個性 或者興趣或者各外媒的發展 產生一些問題沒有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三個建築師 剛開始的時候 那麼某一個建築師 他今天要加班 那麼其實剩下兩位建築師就在陪他 別人要幹什麼呢 就在那邊就是窮摸 就摸來摸去不曉得做什麼 就等就陪他加班就是 那麼結果到他加班到天亮啊 另外兩個也累了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以後 才發覺說不必這樣子 我們應該是怎麼樣 就是分工合作 然後互相信任 然後才能夠發展整個這個事務所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你不必去陪他 他還是在努力 然後你信任他 然後他也信任我說 他本來他們今天的晚上 他應該他一個人要畫這個圖 所以其他兩個回去休息 明天可能要還有什麼工作的話 另外兩個或一個人還可以再做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互相之間配合 所以我們三個到現在的一個狀況 可以說比親兄弟還親 到現在 三個人這樣子一個合作的一個形態 師父 那個我們講安家 剛才白先生說他的是安他的大的公司 經營的公司 而且那麼成功 我們聽了非常的替你們高興 然後呢 可是我相信師父講的家 一定比這個一個小家庭 或者一個公司更大的一個家 就是眾生的家 可不可以就這個安家 廣義的安家來跟我們做一個總結 這個不光是小家大家 原則完全一樣 你能夠按小的家 就能夠按大的家 那個原則上 那就是剛才我也講了 白先生也講了 就是互信 這個互相的信任 另外呢 就是彼此的尊重 但是呢 要向互信的時候 不要先要要求人家信賴自己 而是呢 自己呢 盡量地信賴人 另外呢 尊重的時候啊 不要要求人家來信賴 這個先尊重自己 而不管怎麼樣 自己是尊重人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在利益上面呢 你要作為互利 互利的時候呢 你不要老是想到 人家對自己的利益是如何 你首先考慮到 人家的利益是最重要的 你也把其他人的利益 當成是比自己的利益更重要 那麼你這個家庭啊 一定會維持得很好 而且呢 你在家裡邊 你不管是不是家長 你就變成了一個 家裡邊的一個中心人物 否則的話 你是斤斤計較 時時刻刻懷疾 而且呢 跟人呢 不尊重人 那這個家庭呢 就是因為你一個人 而是這個家庭呢 就是變成了五眼瘴氣 所以我想 我們那個家庭啊 小的只是一個 有夫妻兩個人的 或者是加上孩子 就是現在的一個家庭 另外這個大家庭 現在大家庭 大概不是說 三代同堂啊 五代同堂的大家庭 而是呢 這個事業上的大家庭 或生活上的大家庭 那麼我們還有一個呢 比如說我們社會共同環境的一個大家庭啊 如果我們得像這樣子啊 把維持著一家庭的這種心態 維持一個社會的家庭 那我相信我們這個社會啊 就會很祥和 而彼此之間呢 都很快樂 不一定說這個家庭有多少錢 不一定說這個社會啊 是這麼富裕 但是呢 大家過得很快樂 這是啊 更重要的事 非常謝謝師父 謝謝白先生 謝謝 謝謝 彰化的周先生想請問 他說我在念大學 每次考試同學都作弊 我不願意同流合污 可是他們考的都比我好 甚至於還有人拿獎學金 我很不平 可是又很無可奈何 第一個方法 轉學 不做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那麼壞 第二個呢 不要轉學 要向學校監局吧 這個是非法的事 是不公平的事 而且做畢業還能夠 都獎學金 讓他們了解情況的嚴重 不是能夠維持家庭 古代的人呢 應該有的呀 心態啊 要他把眼光啊 從古代的人身上 能夠轉移到現在的人了 現在社會的人了呀 那種啊 雅量上去比較更好一些 否則的話 那你只有忍耐他咯 再加進去 是 一個人了 是 有多次的事 是